哈喽大家好我是Rock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精灵宝可梦的究极之乐 上一次的究极之乐我们闹了一个大笑谎 第一次拿暴力龙参加积分对战 结果暴力龙带了道具是孵蛋用的红线 可以说没有发挥出正常的水平来 那么今天我们给暴力龙带上了暴力龙的超进化石 我们看看拿出真实实力的暴力龙他们能不能获得胜利吧 好多观众表示说积分对战里面高手太多很难取得胜利 但是我觉得只有跟高手打的多才能提高我们的水平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积分对战 好我们选择队伍2 队伍2里面我们看到有尖盾剑怪料如沙和暴力龙是我们打算要用的 但是我还准备了火焰机和电竖木 如果对方阵容里面有可能有铁火灰叶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上电竖木或者火焰机 因为铁火灰叶我们这三只确实对付不了 开始搜索了 现在我们的战绩是两胜五负 哇非常惨的战绩啊 好了收到了日本的玩家 1485分 对方这里面没有铁火灰叶 嗯 他这个阵容的话 我觉得我就用我设想的这个吧 我们准备好的这一套啊 料露莎加尖盾剑怪加暴力龙 哇对方考虑了这么久啊 还没确定呢 他是要针对死我啊 哎呀时间都要到了 他还没选择啊 对方是掉线了吗 时间要到啊 应该是没掉线 他在最后4秒的时候选择了 宝可梦训练家拿白前来挑战 拿白在日语里面是锅的意思啊 这位是锅女侠啊 他首先派出了旁颜怪 我们是猎妖露莎 嗯 应该不怎么怕他 我们的哦 他有羊杀 我们的地震应该是效果绝佳的 所以呢 我就直接使出地震 还是剑五一个在震呢 我觉得我剑五一个在震吧 一个地震可能干不掉他 旁颜怪防御力还是很强的 对方换下了旁颜怪 然后我们剑五出来之后 巨甲舞者 哎呀 巨甲舞者 我剑五之后应该有机会干掉他啊 巨甲舞者有一个专属招式叫迎头一击啊 这个比较厉害 迎头一击必定先出招 我是不是直接上逆龄呢 迎头一击打不死我的话 我就直接逆龄得了 好逆龄 不能白剑五了这一下 他果然用出了迎头一击 没有命中 哦 对 我的廖鲁莎有杀影的特性 在杀暴的条件下 我是有这个闪避率提升的 所以他并没有命中我 他的旁颜怪的杀暴 给我增加了一个效果啊 好 对方又派出了旁颜怪 我们这逆龄还要继续逆下去啊 他选择要投降 他只是被打掉了一只巨甲武者就投降了 这未免有点太什么了吧 好吧 总之我们又获得几分了 好 那么我们继续对战 现在的战绩是三胜五负了 好的 日本的玩家 1554分 哇 高手来了 这一次对方有这个铁火灰叶了 按照计划 我得带火焰机或者是电树木 但是这俩对土地云又并不是很好 嗯 还是烈亚露莎吧 烈亚露莎和暴里龙还能打一打他的土地云 哇 他已经选好了 他已经选好了 好 我也选好了 确定 好 来了 宝可梦训练家 クラン前来挑战 我排除了烈亚露莎 对方派出的是 电龙 哦 他选择了电龙首发 电龙的话 他的电对我无效 我地震效果绝佳 所以他肯定会换出 铁火灰叶什么的 我觉得 嗯 他猜我出地震 然后上铁火灰叶 那我就剑舞 看看有没有猜对 啊 他并没有换人 糟了 猜错了 对方没换人 这下怎么办 变龙变成了超级电龙 破格 打破了常规 然后 我使出剑舞 哎 他是干什么 嗯 他没有出招吗 哦 我先出招了 他用龙之波动 哦 对呀 他变了之后是龙系啊 那我应该上龙系啊 哦 这次是完全 被算计了 我还以为他会换人呢 他有电 所以我们暴力龙也不好 只能上尖盾念怪 完了 这一下就陷入被动了 我要刚才出逆灵的话 是不是就赢了 我要出逆灵的话 可能这只电龙已经倒下了 或者地震 嗯 好吧 一招不剩呢 那么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剑舞 提我的攻击力 好 电龙用了伏特替换 换人了 哎呀 这下电打我也不少啊 他会换谁呢 他应该上 啊 迷你Q 哦 迷你Q鬼 嗯 然后他有一个画皮的特性 我没办法一下打死他 那我上一下铁头试试吧 好 他先用了诅咒 他降了速度 啊 他降了速度 这不是好消息啊 然后提 啊 什么 他这一招诅咒是什么 哎 我没看清楚 哦 幽灵属性的诅咒 不是那个 提攻击 提防御 降速度了 啊 他的画皮 变成了替身 好 画皮没有了 接下来就看我的潜灵气息 啊 不是 影子偷袭 能不能直接干掉他了 我觉得可以啊 哦 哦 他现在诅咒我了 哦 诅咒好多 我的天 打死他之后 还会不会有诅咒啊 影子偷袭 一定先出招 啊 他也影子偷袭啊 哎呀 原来如此啊 大家都有影子偷袭 然后他先出招了 为什么 暴力龙上 威鹤 降你的攻击力 然后呢 我超进化 我超进化之后 就有恶属性了 所以我用咬碎 哦 我超进化了 你换不换人 你你Q 超级暴力龙 哇 出场了 来 不过他有电龙啊 糟了 他的电龙 上来用电的话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哇 迷你Q是倒下了 但是对方显然是胸有成卓 这只迷你Q 他已经 这个战略性放弃了 他的电龙要满血出场 我 就是他 他一招电系 我肯定倒 但是我有冰冻牙 我没有龙之舞 我要是有龙之舞一下的话 冰冻牙说不定还有机会 现在我也只能拼一下了 冰冻牙 然后我先使出 一口咬下去 哎呀 还没打到一半 十万伏特 再见了 哎呀 这个对手完全打不过 好吧好吧 我们这个烈尔路沙白送了 有点亏啊 好 收到了日本的玩家 1563分 为什么都这么高的分数 哎呀 有拉迪欧斯 嗯 有拉 哦 谁 那个是火刚兽 叫什么来着 火刚兽叫什么来着 席多兰 他居然有席多兰 好 宝可梦训练家 莫库前来挑战 他派出了拉迪欧斯 一上来就上了神兽啊 我们的是烈尔路沙 哇 拉迪欧斯比我快 嗯 他出龙系招式的话 我就倒了 所以我们还是赶紧换人的好啊 赶紧换人 尖盾剑怪 嗯 来换人 至少可以扛一下龙系啊 哎 对方也换了 为什么呢 他速度比我快 为什么要换呢 哦 他是不是猜我有围巾啊 他可能猜我的烈尔路沙有围巾 所以他就换了 嗯 也有可能啊 但是 我也换了 这下他知道我没有围巾了 哦 那么 我们要用的是 卡普奇奇 没有招式能直接干掉我 所以我剑舞一个吧 嗯 嗯 剑舞一个 冒险剑舞一个 他用了冥想 哇 这是要硬拼的节奏啊 啊 他的水系大招会直接干掉我 哇哇哇哇哇哇就看我能不能扛住下一招水系的大招了 哦 他应该没有火没有地震之类的啊 就看水系 嗯 所以我用贴头 能不能扛住卡普奇奇呢 哇 还是这招式 完了 我预感到我们这只尖盾剑怪要不行了 哎呀呀呀呀呀 超级水流大漩涡来了 早知道我用个王者盾牌该多好啊 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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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我们经验不服啊 尖盾剑怪 哦 尖盾剑怪居然扛住了 持久血 对方提了两极特攻 然后用了Z招式 居然没有打死尖盾剑怪 哇 铁头反杀 耶 尖盾剑怪就是这么的帅 哦 还回了点血 哦 果然又上拉迪欧斯了 哦 又上了拉迪欧斯 拉迪欧斯一般什么配招我还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先王者盾牌一个吧 好 我先战斗切换 使出王者盾牌 看看他会使什么 最好他是一个攻击招式 我就能扛一下了 对方用了精神强剑 耶 我们又有机会磨掉他好多血了 我们可以用一招影子偷袭 嗯 机会来了 影子偷袭 对方用了 哦 对方没有换人 好 看看这一下提了两极攻击的影子偷袭 效果绝佳的 能咬多少 咬 哦 直接咬死拉迪欧斯 耶 尖盾尖怪已经干掉两只了 太帅气了 对方派出了巨前螳螂 我先用个王者盾牌 然后用影子偷袭偷他一下 嗯 好 王者盾牌 哦 哇 他超进化了 他要干嘛 哇 他要使出大招了 超级巨前螳螂 然后呢 我们战斗切换 最好他是近身攻击的招式 这样的话 他的攻击力就会下降了 方者盾牌 他肯定是恶属性来攻击我 他用出了子弹拳 哦 防住 好的 他的攻击力大幅降低了 OK 那接下来他用子弹拳的话 是他先出招了 嗯 我用影子偷袭 我们看谁先出招吧 来影子偷袭 哦 我先出招了 这次巨前螳螂很慢 哦 原来巨前螳螂这么慢呢 哎呀 说实话 这有点不利啊 完了 哦 他剑舞 他选择了提攻击力 嗯 也是一个选择 这下他的攻击力恢复了 那我这时候再用出王者盾牌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会继续剑舞 嗯 影子偷袭 我猜他继续剑舞 我们看看啊 我使出了影子偷袭 你要继续剑舞 你就完了 巨前螳螂 果然 他又剑舞了 他猜我用王者盾牌 所以他连续剑舞 然后他会用子弹拳 子弹拳谁先出招呢 问题是 我得王者盾牌了 他肯定要出招了 他用子弹拳 我先用王者盾牌 防他的子弹拳 然后一个影子偷袭 嗯 这样比较好 盾牌形态 王者盾牌 好 他用的是什么 语气 啊 巨前螳螂还带语气的 哎呀 这下我们失算了 人家已经提了四级攻击了 我没有任何办法 好 我也剑舞 管你呢 谁还没个剑舞 急速折返 急速折返你要去哪 效果不佳 好 我使出了剑舞 来吧 那他的招式是 急速折返 语气 子弹拳 还有一招什么呢 还有一招什么呢 他应该有一招 恶属性的招式吧 他为什么没用呢 那么 我再舞一下 我提满 要不然他有语气的情况下 我根本就打不过他 好 他又剑舞 他也四级了 我也剑舞 我六级了 好的 攻击大幅提升 OK 接下来我们要出招了 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的铁头式效果不佳呀 好 我用个王者盾牌 他会剑舞呢 还是攻击呢 他要再剑舞的话 我的王者盾牌就白用了 好 我使出了王者盾牌 你一定不要剑舞 我摆住了防守 好 他子弹拳 太棒了 还好我用了王者盾牌 他又减了两击攻击 OK 那我们可以出招了 我觉得 那影子和心 好 战斗切换 我要用影子偷袭了 偷袭一下 他应该会用剑舞或者语气 我摇 哇 不给他机会 耶 提了六级攻击的影子偷袭 就是这么霸道啊 哇 这次完胜 监盾牌一挑战 好了 又收到了日本的玩家 对方的阵容里面 有喷火龙 有塔普可可 卡普明明 然后握两只守护神 超能力系的 嗯 所以监盾牌一定要上 好吧 看起来还是这几个人啊 上了 六尔路沙 监盾监怪 暴力龙 就你们三个 好的 宝可梦训练家 六塔前来挑战 我上六尔路沙 对方上谁呢 让我们看看吧 大奶罐 哦 我还是第一次在积分对战里 遇到大奶罐 大奶罐的特点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啊 我应该怎么办 完全不知道这只大奶罐要干嘛 跟你拼了 大奶罐 你总不至于 能有个冰冻光束什么的吧 隐形炎 哦 大奶罐是来出来扔钉子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用 哎 他刚才有没有飞行属性来着 他好像没有飞着的 那我用地震得了 地震 哦 对 对方有飞着的 对方有喷火龙啊 我还说 啊 卡普蝶蝶 他并没有上喷火龙 他上喷火龙的话就躲开地震了 哇 精神制造者上来克制我的了 但是我还是要使出地震的 卡普蝶蝶 怎么样 一半以上吗 哇 直接秒了 提了两击攻击 剑五的威力 耶 对方送了一只守护神啊 巨金怪 哎 对方派出了巨金怪 巨金怪的话也是比我速度慢 那我直接地震不就完事了 好 他选择投降 果然他也感觉机会不大了 他没有带喷火龙 没有带卡普蝶蝶 嗯 这出乎我的意料啊 哦 居然没搜到对手 现在是连接有问题吗 刚才我这个提示灯倒是亮了一下 哎 看样子还是收不到对手啊 是连接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好吧 看来我们今天只能先到这了 今天这个连接有点问题 好嘞 啊 我刚刚要说今天节目到这 结果收到了 那我们就再打一场吧 哎 对方有喷火龙 巨金怪 哎 跟刚才很像啊 不过他这次有土地云 有土地云 没有料路 不是 没有那个铁火灰烈的话 我们就不用火焰机 跟电树木了 好 宝可梦训练家 谁谁谁 前来挑战 我们上了是烈阳路杀 对方上的是谁呢 土地云 哎呀 这个土地云呢 土地云 尖顿兼怪 不好 啊 他有威吓 这太气人了啊 他会用什么招式来对付我呢 我倒是有一个不错的水流尾 但是我现在 这个攻击已经降了 所以我上暴力龙吧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用一招地震来对付我 嗯 暴力龙上 这么多效果就压我还不上 但愿他用出地震呢 拜托了 用地震吧 不要用逆灵 我们看看啊 他用的是 我也威吓了 好 攻击降低 岩石封锁 哎呀 降我速度的 哎呀 效果绝佳了 我这换人换的不好啊 他直接降了我的速度了 我的冰冻牙是四倍克制 好 超进化冰冻牙 看能不能使出吧 好 我超进化了 就看他的土地云用什么招式对付我了 暴力龙 超级暴力龙 他使出的是 哦 我用了 我的破格打破了常规 他又用岩石封锁 应该打不死我吧 好 那你完了 四倍克制 冰冻牙 收下这只土地云吧 有没有 哎 一丝血 这个家伙有70匹带 哎呀 真是气死我了 但是刚才他第二下 岩石封也没有打动我多少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我可以考虑换 尖端尖怪 一个影子偷袭 偷掉他 嗯 这是个好办法 换人 他不会这时候使出地震吧 哎呀 他要是这时候使出地震 我可就 弄巧成拙了 隐形炎 哦 他决定撒个钉子走人了 嗯 我就影子偷袭吧 看他送不送土地云 哦 对方送了 对方决定送掉这只土地云 那好了 影子偷袭 其实我还是很惧怕土地云的 干掉他 我心里面就稍微轻松一点了 对方派出了卡普明明 哦 来了带电的了 电气制造者 嗯 但是我的钢对他的妖精是效果绝佳 好 王者盾牌 先看看他要干什么 顺便让他在电气场地 先消耗一个回合 王者盾牌 绝对防御 好 卡普明明 用出的是冥想 对方开始强化了 又不好办了 面对这样的对手 我们总是有点 有点心里没底啊 对方开始强化了 那我也得强化一几 不能贸然出击啊 哇 用大招了 哎呀 我早知道用铁头了 我早知道我就用铁头来打他了 全力Z的招式 终极福特狂雷闪 出现了 打多少 还是直接秒 直接秒吗 哎呀 我天 直接秒啊 没有任何悬念 哇 这下完了 他比列尔路沙快 我要上列尔路沙的话 他会直接来一个 这个魔法闪耀 暴力龙的话 会直接被电死 这只卡普明明 有点无敌了 尖盾剑怪 倒下的话 就没办法了 好上了 看来我们是要被对方一条三了 哎不对 对方已经倒了一只了 对阵 有种别用魔法闪耀 觉醒力量 觉醒兵吗 我天哪比魔法闪耀还厉害 我天 对方是觉醒兵 好吧 完全被这只卡普明明 特制了 原来我这个三人小队 这么怕卡普明明啊 我的最后一个人了 暴力龙上了 好 我还被隐形烟扎了一下 打破了常规 好 来吧 那么我们要随便用一招了 攀铺 对方肯定十万伏克了 果然 哎呀 这只卡普明明对付不了啊 怎么办 我得考虑一下怎么对付卡普明明啊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总战绩是三胜两负 还不错啊 希望下次能有更好的战绩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精灵包可物 究极之月系列的话 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 点一下喜欢 还有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